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就是输印叙述的推导 那么输印叙述我们已经分析过了 它主要 它的粘制过程 它主要是一个动量的输印 对吧 那么它的动量 你就把这个小Q 这个大Q是动量的话 这个小Q一个分子的动量是多少 那么一个分子动量 那么就等于m乘以u的平均值 要注意这个动量 是定向运动的动量 这个要特别强调 就是说它和v还不一样 v是什么呢 是粒子无归运动的平均速度 那么它是满足这个 v本身是满足max速度分布的 对不对 而u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定向运动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定向运动的这个动量 那么就是mu 你把这个小Q用mu代替 就是这里面这个小Q 用mu代替就得到这个 那么这就是动量流的方程 对吧 然后这时候你 你再和这个宏观的那个运动的公式去比较 对吧 宏观运动公式说 这个流是正比于这个面积的 在这 然后正比于定向运动速度的梯度的 在这 剩下都是系数 那么那个系数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一比较就得到 就是粘质系数 应该等于三分之α乘以粒子数密度 乘以粒子的平均速度 然后乘以这个粒子运动的平均自由程 对吧 就是这个公式就出来了 那我们还可以再化解一下 那么你看这个是什么 就是说 粘质系数应该与粒子数密度无关 就是你不管多密的情况 当然是它还是气体的情况 就是它都应该满足这个公式 然后我呢 我再把这个粒子的平均速度带进去 它等于πm分之2 8kbt 然后加一根号 带进去以后 你就把这个v又带进去 你就得到这个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比较定量的东西 就是说粘质系数应该正比于温度的二分之一次方 这是一个所谓scaling 就是叫做密率 那么这应该是这样 那么α这鬼东西是多少 α这鬼东西 我不知道怎么 我看的赵老师 赵小华老师的书上说 严格的推导给出的是三十二分之十五 乘以π 那约等于1.47 那么我们看看再和实验比较 这个实验是 粘质系数我们知道是可以测的 我们以前也出过题 对吧 这个题没出过 我们也 反正这个粘质系数还很好测的 那么就可以测量 然后我们就 这个例题 这个不叫例题 我们就 就是 就看看 真实的情况是什么 那我们先假设 α等于1 就一次碰撞就交换过去了 当然 当然这是不对的 最后我们要算出α了 然后 我们知道淡分子的有效直径 是0.37纳米 然后呢 我们想计算淡分子 在27度时的粘质系数 就用微观机制的 微观的解释来算一算 它到底是多少 对吧 那我们就带进去 首先 我们把它 我们先用硬球式来代替 这是它的面积 就是说碰撞结面 然后呢 我们再算一个粒子的质量 一个粒子的质量是 我们知道它的那个 莫尔质量是28 乘以10的-3次方公斤 28克 对吧 然后除以阿富士加勒的常数 就得到一个粒子的质量 是4.65乘以10的-26次方公斤 行了 那我们就把这个 带到这个设置里面去 你算出来以后 它等于1.2乘以10的-5次方帕斯卡秒 就是这个量级 然后实验测得的量级呢 在这300K左右的话 它粘度系数是1.78 乘以10的-5次方帕斯卡秒 然后你把这个 你因为假设的阿富士等于1的 你要对比的话 你就算出阿富士来了 这个算出来挺好的 阿富士等于1.48 我们刚才给出那个理论期 推导是1.47 哎呦 这真棒 误差不到1% 好 那么这个粘质系数 就从微观解释 我们推导出来这么一个公式 或者是这个公式 或者是这个公式 反正你随便来 当然这个是已经没有平均值了 就是全部是温度的函数 和碰撞的有效截面的函数 它正比于温度的2分之1次方 反比于碰撞结面 你的面积 那么剩下的东西都 还有当然正比于 跟那个粒子数 粒子质量的2分之1次方 那么这个粘质系数 和这个测量的话 有一个很好的近似 当然没有近似到这个 有一个很好的吻合 没有吻合到这个程度 但是也很好了 这个是粘质系数 那么下面就是 推导热传导系数 那么热传导系数 传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粒子 它带有一部分能量 对吧 能量它怎么 它怎么计算这个能量 我们假设这个粒子 在A里面 是在热力学平衡态的 那么它这个能量 就应该服从 这个能量区分原理 我们不把自由度合起来 就给弄成是一个粒子的 单个粒子的热熔 对吧 可以写成这个 就等于它 把这个MCV大T带进去 就是这个 然后呢 这个温度有梯度 密度没有梯度 假设 这待会再说 然后CV是一个常数 这些都是常数都提出来 那么就变成 DTDZ 这是它的温度梯度 然后达到S 这个就是它的热传导系数 对吧 要这么推导的话 这就是它的热传导系数 就是说它 这个热传导系数 也与粒子中密的无关 然后你把这个 速度的平均值 带进去 你发现这个热传导系数 也是正比于温度的 二分之一磁房 当然也反比于 这个碰上界面 等等等等 就是这个公式 那么严格的理论推导 这也是赵凯华老师 书上的那个严格理论推导 我也没有仔细再看 再查 怎么个严格法 那么得出的α等于 3.68 那么这里面有个问题 这个推导有个问题 有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在推导的时候 把这个速度 在最开始推导的时候 就把速度认为是个常数 弄出来了 但是对于这个 有温度梯度的情况下 我们知道温度 速度是温度的函数 对不对 在最原始的推导的时候 不应该把这个速度 给提出来的 所以这种推导 只是一个 这是一个近似 这个近似 大家都这么用 但是实际上是有问题 那么我们就要对它 进行修正 我们修正以后就发现 它最后的形式还是一样 只是系数有点差别 那么怎么做修正呢 这个修正实际上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对于 热传导系数推导的形式 是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假定的 速度是不变的 那么问题是什么 平均速度是温度的函数 所以我们那个平均速度 不应该提出来 那么重新推就重新推 把V1就放进去了 那么这里面就要有一个 我们知道这个 理想气体就是一个气体 如果这个理想气体近似的话 它有三个变量 有两个是独立变量 对不对 一个不是独立变量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图像 是这样的图像 就是说我这有个温度梯度 那么温度梯度 由于温度梯度会引起压力 可能会引起压力梯度 和这个粒子数密度梯度 对不对 那么我们的图像是这样 就是只有温度梯度 没有压力梯度 那么只有温度梯度 没有压力梯度 就意味着它的粒子数的分布 也是不均匀的 那么实际上 由于温度梯度会引起这种东西 它叫交叉的扩散 这我们不考虑 得到线性非平台热力学的时候 会讨论这种东西 实际上它是一个matrix matrix不光是对角 就是温度梯度 可能会引起 粒子数密度分布的改变 它是一个交叉项目 那么粒子数分布的改变 也可以引起温度的变化 这个最后 当然最后有一个非常经典的 非平台的热力学的关系 叫昂萨克道义关系 就是它们之间的 实际上是有确定的关系 这个我们不讲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就假设是什么呢 我们只考虑它对角线 这个说不清楚 反正就考虑温度 对温度梯度 温度梯度对这个 对这个扩散 对这个热运动 那个分布的影响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有这么一个假设 就是说我们这个系统压力 就是压力是一样的 那么温度梯度呢 会不一样 那我们根据离氧气气状态方程的话 它压力固定 温度应该是密度的函数 那我们就假设什么呢 压力是一样的 这个温度梯度引起密度的改变 对吧 那么在这里面 如果这个图像成立的话 那么我们假设 它的压力是不变的 然后这是离氧气气状态方程 对不对 那么也就是说 N 这当然是常数 NT NT是constant的 T有T度 N就有T度 那么把这个概念加进去以后 然后我们用这个 这个流还是用微分 就写成这个形式 然后N和T是一个常数 把它提出来 提出来以后就得到这个 对吧 就是NT是常数 M当然是常数 CV也是常数 然后呢 就剩一个平均速度在里面 那么把这些东西都提出来以后 就是这个平均速度 然后平均速度 我们用这个 这个平均速度的 那个和温度质量的关系带进去 然后我们再做微分 再做微分就是什么 那肯定就只出了一个二分之一而已 那么差别什么呢 原来是三分之一变成六分之一 那么这个图像 推导出来还一样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扩散系数就是这个 好 那么我们看看 这是我们推导出来的扩散系数 我们用个例子 就还是这个亚原子的有效直径 是0.38纳米 然后计算亚原子在零度时的热导率 那么我们还是假式阿弗等于第一 一样算 这个先把它的 先用一个硬球的假设 那么它的碰撞结面 叫Sigma地方 对吧 有效直径在这儿呢 就算出来了 然后呢 我们还算出它一个例子的质量来 那么亚是39.94 然后除以亚 或者加上的常数 就得到这个 然后呢 CV 亚是只有平均速度 对吧 那么所以其他的没有 它有个单原子 所以它的自由度是3 然后3KB 你把这些东西都带进去 按计算器就发现 它等于4.6乘以10的负3次方瓦 每米每度 然后实验测出的呢 是1.65乘以10的负3次方瓦 每米每度 那么你要对比的话 就发现α得出是3.59 那么理论 刚才说理论推导是3.68 好像也挺好的 行 那么 最后是扩散 它的数运的量就是m 就是质量 对不对 那么我把质量套进去就行了 那么质量乘以粒子数密度 就是这个ρ ρ是什么 ρ就是质量的密度 对不对 然后呢 你一对比的话 它的扩散系数就应该等于它 3分之α乘以 乘以那个粒子的平均速率 乘以那个平均自由乘 然后你带进去以后 你带进去以后 你发现这个扩散系数不太一样 是什么呢 它正比于t的三分之二次方 二分之三还是三分之二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三次方 t的二分之三次方 那两个都是正比于t的二分之一次方 这个是正比于t的二分之三次方 然后这又有个严格的理论推导 那么 严不严格的话 也挺严格的 对吧 就是说约等于二 那么理论推导一样 我就是一个氮分子 反正你这带进去以后 你再和α1的假设的差别 就大概是α约等于二 对吧 也比较接近 那么 这三个例题就说明 我们这么考虑 它的图像是对的 就是说实验和理论 是有一个定性的吻合的 定量上不是特别吻合 但也就差50%的量级 那么这个也就是说这个图像 是正确的 那么也就是说动量 能量和质量的传递 由于粒子的无归运动 在某个方向上有梯度的话 它的传递规律 是由于这个无归运动 那个热运动引起的 这个图像就清楚了 那么下面就说 这个粘度系数 那这样的话 它既然都是一类的机制 引起的 那么这个三个系数之间 就一定应该有一些关系 对吧 那比如说我 这是粘质系数 这怎么 没了 这是粘质系数 它是等于这个 然后呢 热传导系数是这个 扩散系数是这个 对吧 这一个是 这三个写出来 你就发现 这个粘质系数 和热传导系数之间 除了这个系数之外 就是α这个东西 不太确定之外 就差一个CV 那么也就是说 它传递动量 和传递能量之间 它就差了一个 差了一个 这个单位质量的热融 这是能量传递 这是动量传递 就差了一个热融 当然这里面是有差别的 这里面差别大概是这样 对吧 就是30分之75 这个都无所谓 是吧 这很好理解 因为我的传递物理量的机制 都是热运动 那么它们之间就必然有关系 对于热量和动量传递的话 它是成正比的 正比系数我不管 反正差个热融吧 它是成正比的 对不对 不是成反比 也不是成平方比 成正比 然后呢 这个扩散系数 和这个 这个 粘制系数之间的话 它成正比 但是这是有口梯 这个东西 就是它也是成正比 但是它和温度有关系 还正比温度 这个东西 这个是要弄清楚的 这就完了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